黑色长铝形材三根 控制板后盖一个 线位块三个 线位开关三个 M4×10螺丝三个 M4方形螺母三个 M2.5×16螺丝六个 内右方扳手M2.5一个 内右方扳手M2.0一个 将M4×10的螺丝插入线位块的螺丝孔中 再将M4方形螺母碾到螺丝上 切记螺母是挂在螺丝上 大概凝三圈即可 之后滑入铝形材中 可以使用控制板后盖进行参告 大概预留五厘米左右 之后使用M2.5的内右方扳手 拧紧即可 如果没有拧紧 会造成复位时线位块松动 导致每次打印高度不一致 然后将线位开关用M2.5×16的螺丝固定到线位块上 使用M2.0的内右方扳手 拧紧即可 保证线位开关不会晃动 注意三个线位开关到铝形材的距离 要保证基本一致 滑车键三个 滑轮九个 M5×25螺丝九个 M5螺母九个 M4方形螺母三个 M3×20螺丝三个 M3螺母三个 内右方扳手 M4.0一个 拿出滑车键 在背面的三个螺母孔中 分别放入三颗M5螺母 再拿出M5×25的螺丝 套上滑轮 使用M4.0的内右方扳手 与之前的螺母对应 拧紧即可 然后在滑车键的侧边缝隙中 放入M4方形螺母 旁边的孔径中 放入M3螺母 再插入M3×20的螺丝 使用M2.5内右方扳手 拧紧即可 放入的M4方形螺母 M3螺母 以及螺丝 一定要对顿 将另外两个滑车键 使用相同方法安装 如图所示 将组装好的滑车键 插入旅行材的两侧槽中 滑动测试 可以通过 调节M3×20的螺丝松紧 调节滑轮的松紧 一般旅行材素质摆放 滑轮能缓缓滑落为一 滑车键与线位开关 在同一面上 组装完成后 效果如图所示 感谢观看